屏幕的操作 从左上面的扫描速度 扫描宽度 峰值功率 这些军事可以设定的 在哪设定呢 在工艺里面设定 点开 然后这边扫描宽度 从1到5 比如我们设在4 点OK 然后峰值功率 也就是我们的出激光的功率 比如给它设到 1200 粘红比100% 频率2000赫兹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保存 导入返回 这边就变成了扫宽 扫宽就是激光出光的宽度 4毫米 功率功率呢 1200瓦 然后这边是粘红比和频率 这边激光使能呢 就表示打开激光器就可以 除光 关上激光器就不除光 这边焊接模式呢 可以连续焊接 也可以做点焊 进行模拟亚活焊的 鱼鳞纹焊接 在工艺里边 有九组工艺 是可以随机保存 比如说工艺2 是这样的 我们会根据 不同的材料 可以自己储存一个 这个工艺号 然后这样的话 后期导入保存 导入就可以了 目前呢 我们用的工艺号1 对吧 比如我们在工艺号3里边 可以设定 麦宽呢 是5 然后呢 扩宽速度呢 这个 复制功率呢 可以设到1400 对 然后呢 点保存导入返回 这样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工艺号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调取1的工艺号 然后导入返回 保存返回 这是1的工艺号 这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在设置里边 设置点开 这边的密码是 123456 OK 设置里边呢 我们设置 整机的最大功率 对应的激光器输出 当前这台呢 是2000瓦的 然后这边呢 是这个提前吹气 开气 提前吹气和 之后关气的时间 是毫秒 也就是0.2秒 然后这边是开光功率 一个缓升和缓降 开光功率的30% 接近时间是500毫秒 表示 开激光的时候 先到达30% 然后500毫秒 上升到 这个设定功率 关激光功率80% 接近 观光接近时间的100毫秒 是指 关激光的时候呢 功率是缓慢下降的 大概用100毫秒 降到0 然后这边呢 是 这个扫描校正 一般是不要动的 这个呢 是扫描宽度的校正 而 这个扫描 扫描的线 位置发生变化的时候 左右偏移的 可以通过激光中心偏移 来调节 这个点 点开 激光中心偏移 当天呢 是0.6 可以把它设定在 1 上下 1 正负 可以 就像左偏和右偏 如果像左偏的话呢 我们就设到 这个数值变小 变成负 都可以 0.1 0.1的修改就可以 然后去右偏的时候呢 我们数值变大 0.1 0.2的上上加就可以 这边呢 是点焊 持续时间和间隔时间 点焊 持续时间 150毫米 150毫米 间隔时间 50毫米 的束缚 就是出一下 停一下 出一下 停一下 出一下的时间 是150毫米 停的时候是50毫米 就可以作为一个 这个鱼鳞纹 焊接 模拟 这个鱼鳞纹 的鱼鳞纹 空洞报警 不用管 点焊形式呢 有鱼鳞纹和间断 我们一般 设在鱼鳞纹 然后在这设置完之后呢 点击保存 返回 还有一个呢 是我们在设置里边 123 456 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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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